根据印度媒体的相关报道 世界上第二大移动网络运营商 也就是印度的8D电信公司 近日将价值2.66亿人民币的电信基础设施扩建合同 送给了中国华为公司 在边境局势得到缓和和不久 中印两国进行合作 这是否意味着原先在边境对峙背景下 恶化的中印经贸将再度破冰 自去年印度在拉达各地区与我军发生对峙以来 两国进行了上十轮军长级会谈 终于在中国人民过春节前后 双方达成撤军的共识 按照协议 双方将以脱离接触的方式 从前线地区向后撤军 随后不久 印度便开始陆续对此前叫停的多个中国 在印度的投资放行 加快审批速度 如今又将价值2.66亿人民币的电信合同 给予中国 印度是真的想跟中国和好吗 在分析来看 印度重新选择中国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倘若印度是真的希望 能够与中国恢复关系 就不会在我国多次警告后 仍然向前线地区部署军事力量 也不会一边与我军进行军长级会谈 一边在边境的部署动作不断 更不会在前不久撤军后 又用登山队来宣誓主权 非法标记未控制地区 印度迫切地想找回1962年和去年流血冲突中丢失的面子 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 之所以向外展献出重新选择中国 只有一种可能 印度认清了现实 态度大变是莫迪明白在当前这种情况下 与中国撕破脸是非常不明智的 印度国内不管是疫情 经济还是农民闹事 都让该国局面越来越糟糕 至此印度不得不承认能够帮助自己的只有中国 必须通过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来自救 眼看着边境局势已经好了很多 印度迫不及待地开始放行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项目 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重新与中国企业合作 来拯救国内的经济危机 同样 如今印度方面将价值2.66亿人民币的电信合同送给华为 也是希望通过这种重新选择中国的方式 来推进印度经济回升 印度想赚中国的钱 就必须跟中国缓和关系 先在某些领域建立伙伴关系 这一点就目前来说 该国显然是明白的 因此 我国仍然不能对中印关系抱有任何的幻想 印度重新选择中国 无非是想通过我国拯救国内的经济危机 并不是真心想缓和中印间的关系 当然 国与国间向来都是存在利益关系 印度此举也并不是无法理解 至于未来中印关系如何发展 就要看印度的诚意有多大了 别想着一边诋毁 一边又想赚中国的钱 哪来的这种好事呢 近日印度完成了本国潜艇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的测试 随后印度媒体开始借机炒作 声称此举意味着印度要打造六艘核潜艇的计划 重新被拉回正轨 据悉 这次测试被视为印度海军能力建设计划的一部分 而该计划就包括六艘核潜艇的建造 因此 印度媒体认为 一旦这些计划开始执行 将来逼近中国海军 甚至很可能在未来击败中国航母 一直以来 印度对中国海军的迅速发展都尤为担心 尤其是近些年来 中国海军的规模不断扩大 零击五两栖攻击舰 零五万吨大区等接连下水服役 让印度更加意识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于是印度海军着手加强自身建造能力 如今 印度完成了 航艇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这项测试 接下来 该国很大可能会进入六艘核潜艇的建造阶段 冲着中国来的是很明显的 可为什么我国人对此不是警惕 反而满是嘲笑和讥讽 可以看到 国内媒体的网站在报道印度的一举一动时 从以往的紧张到现在的讽刺 或许是如今的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 让他们开始明白 印度与我国的差距 但需要看清的是 一个在武器装备 后勤补给 军队士气 以及单兵素养等多个方面 都不如中国的国家 却敢一次次约解挑衅 甚至发起攻击 说明在这种屡战屡败的对手面前 我们最不能掉以轻心 根本不能轻视他 印度却是综合实力不及我国 但换个角度 印度也不是一无是处 就拿莫迪上台后来说 他让原本一盘散沙的印度 开始逐渐组织化 也借助印度教提升了凝聚力 从这也就能够看出 我国在不断前进的同时 印度也在前进 尽管该国前进的步伐不是很大 但至少这个国家再越来越好 倘若一直持有轻疾的态度 老实说 如果这种态度被传播开来 只会令我们丧失警惕 印度并不傻 调心完之后再向我国示好 以我国扩大对印度的投资和进口 借此让本国经济回升 印度不是真的要重新 跟中国拉紧关系 有利可图才是该国的目的 而我国对其的纵容 只会让印度在边境更加感动 对于这种贼心不死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有整体的应对策略 对于敌人绝不可轻视 否则必定会付出代价 我国人也该清醒了 印度要再敢挑事 我们就要有敢于发动战争的决心 一举消灭印度所有的精锐 敢于打断该国发展进程 就像此次印度要建造六艘核舰艇 一旦确定该国是禁止中国 我国就必须要有所行动 而不是在得知此消息后 用嘲讽和讥讽的态度轻视敌人 据环球网最新消息 中国的新型红旗17AE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 已获得出口通关的许可 这是红旗17防空系统的最新版本 自2015年起 就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服役 据厂家称 它可以击落隐形飞机 甚至超音速巡航导弹 红旗17AE是在俄罗斯道尔M1 地对空防御系统的基础上开发的 但是与道尔系统不同的是 红旗17AE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现代化电子设备 新型全地形底盘 以及新型数据系统链接能力上 都进行了升级 红旗17AE的初始型号 是基于铝带式底盘的 最早装备给集团军的防空铝 后来随着中国师改铝的完成 以及合成铝的建立 中国开始将此类防空兵器 下放至铝集部队 为此中国开发了 轮式底盘的红旗17A 出口版本被称之为红旗17AE 于2019年10月首次亮相 每台红旗17AE发射车 都搭载一台PESA 无源相控阵搜索雷达 和一台AESA 有源相控阵制导雷达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铝带式和轮式 雷达的位置是不同的 铝带式的搜索雷达位于前部 制导雷达位于后部 而轮式相反 搜索雷达位于后部 制导雷达位于前部 该系统是现代战争机械化部队 伴随防空和后方要地防空的理想选择 中国航天科技工业公司负责人表示 该系统可以拦截高机动空中目标 并可以抵御饱和攻击 它的作战对象包括有战斗机 直升机 无人机 行航导弹 甚至一些小型化的灵巧弹药 它可以拦截 类似美军杰达母一类的制导炸弹 红旗达7导弹在尺寸上 类似于道尔M1 重量约为165公斤 长度约为2.9米 直径约为0.23米 它可以拦截飞行斜距为 1.5千米至15千米的目标 比道尔M1稍远 作战高度为10米至10千米 美弹红旗17AE车辆可以携带8枚导弹 并且能够制导4枚导弹 同时攻击4个目标 具有出色的拦截多个目标的能力 目前来看 中国陆军的军属防空旅 会采用红旗16加上红旗7 而重型合成旅防空营 采用红旗17加双35的组合 重型合成旅 采用红旗17A加6管25毫米 自行高炮的方式 而轻型合成旅 只能依靠单兵式前卫2导弹了 当然 以上是理想状态 目前处在换装和新旧装备 混编状态的部队是很多的 作为喜马拉雅山对面的对手 印度陆军现在防空水平如何呢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印度陆军的防空水平很差 还是高射炮为主 包括伯夫斯的L70型40毫米高炮 ZU-232 23毫米高炮 以及真式尖射导弹 中程防空导弹是老式的 萨姆6和自研的阿卡10 性能远落后于中国的红旗16 而与中国红旗7和红旗17 对应的则是 箭矢M和萨姆8B虎 这些导弹也基本是冷战时期的技术 抗干扰能力很差 然而红旗17性能 可以碾压印度同类型装备 印度陆军对此并不是不知道 也在积极开发新武器 只是由于自己实力雷弱 进度非常缓慢 比如QR萨姆快速反应 地对空导弹才刚刚试射成功 离装备部队还1157 印度不得不增购俄罗斯的新式导弹 来装备老式的箭矢防护车 其实由于印度自研的武器 经常歇菜 印度不得不继续采购 国外的武器作为补充 比如以色列的巴拉克8导弹 由于印度缺乏有力的武装无人机 先进武装直升机的数量也不多 所以对手的防空压力其实不大 而印度陆军 却时时面对着 对手庞大的无人机和直升机的压力 以印度这点防空实力 真可谓漏洞百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